平川说人静天天良不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新节目 百大经典战役 本场对抗由4K拓的大战魔 版本是1.17 时间是2005年2月14号 那结合总体魔兽历史来看 本场比赛绝对可以排名前三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TM 出身在地图大概11点钟位置 是红色的人族 ID叫4K拓的 是法国的一名顶尖人族 人称大鼻子人族 也可以叫他浪漫人族 那拓的的话脾气比较直爽 经常穿着拖鞋打比赛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大概5点钟位置 黄色的暗夜精灵 MOM1 那名传奇的暗夜选手 也被称为第五种族 好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比赛的背景啊 是2005年2月份打的 嗯想一想 观众朋友们2005年掐指一算 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平川想了一想啊 平川是05年9月份读的大学 也就是说05年2月份啊 平川还在准备着高考冲刺 那肯定是人生最最最最最冲刺的一个阶段啊 不过高考啊 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 这个就不多说了 好回到本场比赛 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这一边 嗯先造兵营后造祭坛 哈不得不说 MOM就是一个天才啊 你想啊 魔兽争霸冰封王座啊 2005年才发布了几年 MOM的战术啊 真的就是天马行空 好 我们看一下人族这一边啊 上来的话 首发大法师 开局练一下这个实验室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装备啊 上来的话 6G石头人 嗯 整个一个艺人面罩 不错啊 魔法值恢复倒是有点快 好 MOM的话 小精灵侦查到了对方的一个位置啊 直接自爆 把属元素给爆掉 这边MOM选择的是小黑 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的话 你说现在 诶 整点活玩这个英雄比较常见啊 但是这是17年前的MOM 就选择了这个英雄啊 不得不说 真是一个啊 难得一见的天才啊 好 我们看看接下来啊 双方的一个练节节奏 前期的话 用小骷髅扛血 我们看一下 这里透的 这里透的练的也是相当的惨烈啊 这个怪是吧 比较的猛啊 练的也比较的伤 好 接下来第二个点练哪里呢 看一下人族 家里的话 小民兵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里没有继续去敲 科技的话开始升200 MOM这里 好 也是练 先机的话 没有放大树来练 还是用AC 还有骷髅来扛一扛 这边家里的话 继续出AC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去练一下哪个点 好 大法师 直接过来骚扰 前期骚扰你一下 看看你想干啥 这里木偶的话 满地图 挂小精灵 哎 大法师一看 哇 对方小精灵 是不是想去干嘛 要不要看一看 派一个小步兵去侦查 这边大部队 想去杀小精灵 但是一看 嗯 对方好像回防了 那回防了的话 我就稍微和他硬钢一波 那接下来看看 双方是要拼操作了吗 这里的话 打了一个指环 指环加二 目前的指环都是加三 那个时候的指环是加二 版本啊 是1.17 魔兽也已经多少更新换代了 那个时候的魔兽 高手很多 战术方面的话 开发的空间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看一下 哎 这里小AC 引个身 大法师 买粉了啊 买粉了 好 这边的话 想去围杀一下 这个小黑 能围到吗 黑暗游侠 赶紧跑 赶紧跑 好 魔兽家里的话 开始出女猎手了 女猎手打这个步兵 还是比较好打 AC妹妹 打步兵 就不太好打了 好 双方开始了 嗯 大法师围杀一个女猎手 提前撒粉 哇 不得不说 在17年前啊 透的这个围杀 还是比较猛的 上来围杀 AC妹妹 先撤一波 双方的话 前期 斗智斗勇 魔兽的话 这里 哎 已经开始要乱矿了 好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 没有去买鞋 追杀一下 对方的一个小AC 这里魔兽的话 前期不太好练及啊 有点伤 找机会 点点对方的血量 这里 哎 又想围杀 哇 透的有点猛啊 前期 直接两个围杀 那这里 想破口 能破掉吗 一死解了 顾兵 拉开来 哎 还是被黑暗之剑 给射掉 那摸摸这里 被迫 加了一个TP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4K透的 有什么好的想法 好 这个生命之术 马上造好 家里的话 暗夜精灵 还没有身本啊 月亮景 造的比较的多 所以说 前期的话 这个部队 血量恢复 还是比较舒服 好 大法师 继续练 小精灵 又来爆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 练一个商店 马上要到三级了啊 这边 莫莫的话 开始转了一些女猎手 确实 对方步兵太多 小AC不但好发挥 莫莫又抓了过来 一看到对方抓 透的的话 赶紧撤 要不要调整阵性 再反打一下 哎 听说你想接盘我的野怪 好 透的在尝试 在尝试 但是又害怕 心里又很刺激 又很害怕 好 这里的话 两个小精灵 随时准备去爆一下大法师的一个水元素 小黑 黑暗游侠 到了三级 这里先把人族赶跑 赶跑之后呀 这边莫莫可以开练一个分矿 这里买了个单船 刚才的话 回城是用掉了 好 我们看一下人族 二本已经生好了 二本生好 二发的是山丘之王 The Mountain King 莫莫的话还是一本 这里又造了一个生命之术 05年的莫莫就已经开始乱矿了 真的是绝对天才中的天才 好 我们再看一下莫莫开始练分矿 分矿练完 然后就开始把这里开 那里开 人族现在是用火枪 步兵 后面的话 转一些男女巫的一个打法 人族万斤有打法 大法师已经到了三级 接下来就把山丘等级往上一练 我们看一下莫莫这里 分矿马上爬过来 练完这个点继续练 黑暗游侠这个英雄还是要多练级 前击的话越练 骷髅越多 看一下透的这一边 透的这一边的话 大法师带着山丘弟弟练级 哇 这里就能掉一个治疗神符 不得不说 以及1.17的版本 真的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莫莫这里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了 哇 250的大蓝牌 这里透的也过来练 当初的话有这张地图打比赛是真的非常有意思 地图很大 现在比赛基本上没有这张地图 因为对一些种族来说 那么大的地图好像有点不太平衡 这里的话人总 也是舍近求远 应该是想开分块了 拉了很多民兵过来 你居然没有在这里看 感觉在这里看会被对方侦查到 所以稍微找远一点的地方 前期的话打了一个治疗守卫 练级起来很舒服 山丘之王治疗守卫可以用三次 这边用了一次 还可以用两次 我们看一下这一下一个六级怪 又可以打什么装备 现在的木是在外面疯狂的练级 哇 蓝牌直接卖掉了吗 哇 前期的话卖外蓝牌 赚点钱 家里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分块已经开好 第二个分块 第三个分块 天呐 2005年的木已经开始乱垢了 兄弟们 2005年那个时候 平川还在读高三 相信有一些观众老爷们 应该还在玩泥巴吧 读游园之类的 好 看一下 这边 木王的话 大部队去追杀一下 对方的一些过路的一个女巫 还来了一个沉默 让对方没有机会放出来减速 这里后的 诶 发现了 暗夜精灵 就想看分块 直接把它给拆掉 但是当你拆第一个的时候 木王的话已经开了N个了 这个已经开始运营了 这里放下去也是造了一半 然后木王过来一看 诶 反抓了一下对方的一个分块 这边黑暗之间 分块输出 小骷髅一个一个站起来 木王现在的骷髅大军是越来越多 这里一波 双方要正面高吗 不过现在人族的话有男巫 有驱散加上女巫 木王的话不可立敌 先带你逛逛街 买了个回程 买了个绳部 随时撤退 带着你逛街 然后自己继续扩张分框 家里的话女练AC 这里又抓到一个女巫 女巫放一个减速 瞬间打仗残选 赶紧撤一下 那接下来 木王又要去人族家里搞事了 这边去人族家里 人族家里现在暂时一个圣塔 剑塔在升级当中 人族只能被迫回来 中间的话再结一波兵 但是你杀一两个女猎手 家里的话被搞得一团乱很伤 不过这里的话木王并没有强打 带着你各种逛 现在木王的话就找机会把分框全部开出来 科技的话奥本已经升好了 升一个自然祝福 自然祝福升好之后 这边大树跑得就快了 木王现在继续带着透的逛街 透的也是没办法 我这个部队机动能力不是特别好 对方跑我就得追 好不容易的话用女巫捡个速 用山球捶一个捶 捶一捶 好 一不小心山球三级了 这个等级升的也是非常的快 我还有一个梅肯 厉害 这里木还想继续开分框 现在已经两个分框在运营了 然后时不时去人族家里搞一波 又要开始搞事了 这边透的刚好在外面攻干 家里的塔还没有升好 木王第一时间拆拆你的塔 冰冰敲起来 这里透的大法师 有回尘有回尘 电话之后可以考虑回尘一下 你不回尘的话 家里的骷髅会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木王这里 这个回尘的位置很不错 好木王全部隐身 全部隐身 但是这里的话造了一个房子直接撒粉 木王选择TP 这一波的话 木王也是牺牲有点多 死了三个女猎手 再加上几个骷髅 但是从大菊光来看 木王还是不亏 因为这一来一去 木王的一段 开了将近四个分框了 我的天哪 乱框流 2005年就已经有了 难以想象啊 好我们看一下 小黑的话回家补一下状态 买了一个隐身 后面的话又得隐身整活了 大法师 烈恋急 目前正面的话 人组还是很强啊 暗夜精灵暂时还是打不过 这里暗夜精灵 现在是分框越开越多 大法师看见女猎手的位置了 追杀一下 这个时候暗夜精灵 又知道透的想开分框 过来搞一搞 现在透的是一只 皮于防守 这没想到木王在进攻的同时 开了N个分框 这边跑一跑 然后去跑你主框 不过主框现在不太好跑了 现在有两根剑塔 一根剎塔 而且透的还在继续补塔 分框塔放起来 我一看 对方确认对方想开分框了 接下来就好玩了 主框分框分别来跑 刚才只能跑跑主框 然后主框拆拆建筑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我现在的话是奥本 家里还是女猎AC 看一下分框 这个分框造好 这个分框已经运营 这个分框也已经运营了 两个分框即将运营 另外两个分框已经开始运营 现在莫五十六人口 这边透的的话 大部队是不是想去冲一波 现在透的是想去打对方 但是呢 你一打对方 对方就在你家里搞事 哎呀 分框的话 这里单传过来 又开始屠农了 现在是五级的小黑 三级的骷髅 三级骷髅 感觉打火枪 打这个小农民都很强势 好 透的大部队过来回防一波 哎呦 这个部队被摸 脱的更是难受啊 好上来 先把对方的骷髅给亲一遍 小黑 小黑直接 吃了一个隐身 这边透的有没有撒粉 好 然后 然后直接来一个驱散 好 这里撒一下粉 看见了 但是 对方来了一个沉默 你这边的话 垂不出来 我这里 什么都想到了啊 好 一个分框开好 两个分框 这里的话 哇 一言兵饮 哇 你来我家侦查 只一时以为我出女人AC啊 但是我其实外面 放了三个知识古术 然后这个分框开好 这个分框开好 四框 四个分框 加一个主框啊 五框 打你双框 这一局啊 可谓是经典 这一局啊 之所以说经典有容传世 这个战术层面 在17年前 已经那么的花了 而且最后的结局啊 更是 更是难以忘怀啊 好 我们看一下 透的忍不了了啊 要开始进攻了 被莫这带着逛了太久啊 实在是忍不了 开始冲了 过来一看 哇 莫已经开了一个分框 赶紧拆 那莫说 你拆我 我也拆你 三个塔 在这么多女猎手面前 好像都是浮云 隐身 隐身的一个小黑 马上去屠农了 这里莫不想防守 直接撤 人口的话 莫现在是80多了啊 熊已经出了很多了 那这边 那这边先把你的农民杀一杀 没有第一时间去拆它 莫现在是想招骷髅 干掉一个农民 站起一个骷髅 哇 四个 三级的骷髅 家里的话 三本 升了一半 好 偷得选择TP 选择TP的话 这里驱散一下 现在莫就是不肯你正面钢 一直带着你逛街 人族呢 也是靠这些经验值啊 长了不少 已经快五级了 这边熊 暂时不能趴 等三本好 被拆掉一个 好 莫继续开 你拆我一个 我再开一个 而且莫对这个矿 好像也有想法了 他几乎把所有的矿都抢掉 除了岛上的矿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 小黑的话又要开始整活了 看见人族 人族大部队又想过来拆 好 撒一下反方向 哇 这里还有一个分矿 这可是比赛啊 而且是最顶尖的赛事 居然玩那么话的战术啊 17年前 难得一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莫外面好造这个月亮景 感觉莫啊 这些打法是不是和星际也有关系啊 毕竟之前 大部分的 那个时代 大部分的魔术选手啊 都是从星际转过来 比如说像 像Sky 还有Magic Young 甚至是CQ2000啊 都是从星际转过来 还有小T 不过莫是完全啊 把星际的战术融合到魔兽当中了 太强了 各种开矿 这是各种扩张 好 又开始图农了 这里人族就拆 莫呢是让你拆啊 你拆一个 我造两个 这边又继续开起来 资源方面的话 现在莫已经有1500块钱的存款了 好 继续图农 三级CRO站起来 小黑靠图农 估计是要从5级图到6级了 也不拆你的塔 就杀你农民 一个一个杀 这边有单船 不过对方的话 有锤 好 继续继续 现在莫好选择TP 哦 现在是啊 就是用自己的经济 来换对方的一个经验值 这边买了发木机器人 女猎手 过来看一看 好 人族在这个分框 造了一根塔 确认一下 现在TOT估计是焦头烂额 这暗夜精灵玩得太滑了 满地图造分框 好 TOT的没办法 我这样拆拆拆来不及 拆完之后立马造塔 立马造塔 用塔来巩固一下这个防线 伐木机器人 哎 女巫 捡个送 把这个伐木机器人给干掉 打完之后 大法师也扣到5级了 但是这里好像忙着要拆框 小黑的话 现在经验值差个46 马上到6级了 又击之后 莫又开始玩新花药了 这里暗夜精灵 猫头鹰 各种侦查 这里三个月亮景 这里的话 三个知识古术 野兵营野建筑 造的是真的多啊 资源方面 现在莫是900多块钱 莫这一局啊 居然没有出奇门了 好 要开始打一波正面了啊 这里有七头熊 还有四个小鹿 现在人组晚还在追杀 这个伐木机前 追杀了一万年啊 这一波小黑要开始正面进攻了 搞机会升到6 人组继续拆 哇 你分块又造好了 我又继续拆 这里小黑 想去输出 但是塔有点多 好 带着熊过来 熊的话 可以多扛一些伤害 960对血 吼一叫 往前冲 小黑往后躲一下 好 拆塔 先把塔拆完再说 这一波人组会应接吗 看一下 大法师没有TP 没有TP 那赶紧去买TP 人组也是选择各种开分框了 没办法拆不赢 不如的话 哎 莫六级大招 召唤了一个小农民 要干坏事了啊 不过他身上没有保存 这边小鹿 开始 哎 这里预见火枪小鹿 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水元素 驱散 哇 这就是经验值啊 舒服 好 在六头熊的情况下 拆这个分框是真的快啊 拆完之后 看看要不要找个地方TP一下 继续拆 人组这个分框 拆完一个分框 人组还有一个分框 不过还没有运营 但是莫莫先的分框 已经数不清了 三级酷柔 去人组主框 逛一逛街 干扰你一下 家里的话 残血的熊 回家 补一下状态 我们看一下 小黑整哪了 小黑还是回家了 回城 补一下状态 买了一个隐身药水 哎 那个小农民 好 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小农民啊 哦 小农民过来 在野外造一个人族的基地 哦 一开始整活了 像这种打法 也就在天梯啊 现在的话 在天梯啊 虐菜可以用 但是 那个时候 魔术发布没多久 世界最顶尖的散事之一啊 莫莫就已经开始整这种活了 不得不说啊 真的是 天才 好 这边 哎 剪个素 你熊 跑得了吗 山丘没有买鞋 跑的是有点慢 不过 熊被减速了 跑得也不快 平A一下 终于A掉 山丘即将到五级了 这里 莫又偷了一个农民 拆你的矿 偷你农民 哎哟喂 这里小鹿被剑射掉 没有及时拉开来 这里就无关紧要了啊 莫莫这一局的话 有重大的目标 买了个回程 万一对方回防的话 可以及时撤 好 这里还是直接取消 那打了半天 现在透的 受的已经没有矿了 主矿的已经踩空了 莫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矿想开 一个矿运营了 两个矿运营 主矿没有 这里三个 三矿 打人族的零矿 现在透的正面还是很强啊 继续拆 化身拆迁踏队 这里莫不然会被暴露这个位置啊 好 拆完之后要不去主矿 还是说正面接一波 这边小黑的话快到七级了 身上有一个群补 人族 民兵敲过来 应该是想把这个矿占为急 莫莫没办法 只能去对方主矿搞点事了 这里拆完 人族巩固一下 现在莫莫还有1500块钱情况 钱是真的多 哇 两滴血 两滴血的农民 还是召唤过来 本来想把他给干掉的 这边啊 这个矿马上要造好了 现在看看 五头熊 要拆人族主矿 你回不回来 你回不回 我们看一下透的回不回 又看见了莫莫的分矿 这一集的话透的拆了N个矿 真的不知道透的当时 有什么内心想法 透的的话 其实是一个脾气 也是比较暴躁的人啊 目前的话 也是各种什么阴阳怪气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透的没有回神 那莫莫的话肯定也不会回 你不回神 我就拆你的主矿 这边黑暗游侠已经七级了 继续拆 哇 暗夜精灵的三本基地爬到了这 有自然祝福跑的是真的快 好人族现在没钱了 只能一个农民敲 一个农民敲 这要是被莫发现了 那这边就没了呀 好这里继续拆 现在小黑七级 带着熊 三级扣龙 拆剑就是真的快 透的的话 大部队慢慢回防 慢慢回防 这里界面招你一个三级水元素 蓝屋可以驱散一下 带着大部队跑 水元素经验值拿到 山丘五级了 五级山丘三级锤还是比较的强 基本上锤一个就能留下一个单位来 这里牛提前减速 人族开始收割了 现在透的还是表示很不错 每一次我都能撞一些战损 等我大把是六级 山丘六级 看我教你怎么做人 你还在跑我的家 这边我们看一下 莫莫的话造了一个人族基地 然后升本 升完本之后还造了基坛 应该是要出人族英雄了 这场比赛之所以说永久流传 经典有流传还是有原因的 现在这套打法在天地上用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羞辱人 但是在十几年前大赛上 莫莫就用这种战术 不得不说 观赏性非常非常强 这里追杀了半天 又追杀了好几头熊 莫莫现在一百多块钱存款 他在出什么东西 花了那么多钱 小精灵过来继续 继续开分框 又是各种造基地 这里人族的话造兵营 然后二本马上升好 哎呀 暗夜精灵三本基地 被人族发现了 那透的这里要拆吗 透的话没有小炮 拆建筑不太要拆 想追杀一下 这个黑暗游侠要围杀了 不过黑暗游侠有灰尘的 来一个沉默 山丘 哎 迎个身 这里要不要补一下位置 竟然没有补位置 满粉 满粉 这边还在跟 还在跟啊 黑暗游侠还在跟 就看你会不会去 我的分框捣乱 你不去的话 一切都好说 你去的话 我就现身把你骗走 好 莫莫继续开分框 这个三本基地 人族还是要过来拆一拆的啊 不拆是真不行 小鹿继续带你灌尖 那人族不上当了啊 我才不追你呢 先把你这个框拆掉再说 这一局人族 这个框又被发现了 交个TB 这里莫莫也交个TB 我也不强拆 随意有啊 拆不了我就走啊 一死起来行 带走了 回家互换一下 人族不得不回拆啊 哎 好 透的已经开始阴阳怪气了 Core Map啊 哎 很不错的地图啊 那么大是吧 对你暗夜优势大 对我人族就不行 你暗夜呢 锐旺旷 透的啊 从十几年前就开始阴阳怪气了 但是啊 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啊 莫莫已经 人族二本生啊 生三本了 已经出了一个血法师 三本生好 再出一个人族英雄 哇 我都当时 当时那些看比赛的人 估计简直要疯呀 居然还有仗的打法啊 我们看一下小黑七级 继续买个回城吧 回城安全一点 现在人族还在拆 还在拆 5G大法师 暂时没有回城啊 现在人族这个经济也不特别好 分框造点塔 哎呦 小黑又来了 哇 透的一看 什么情况 有个血法师 血法师直接 好 放烈焰风暴 这山就及时垂了出来 哎 来一个沉默 现在山丘一个人 整不过呀 人族全部部队过来了 这里想杀血法师 血法师不让你杀 先撤 然后熊拆你基地 这边 然后交个TB 能拆掉吗 好像拆不了 拆不了也没事 下波再来 这一波的话 人族正面还是很强 哎 小鹿小鹿 看着大哥走了 小鹿没赶上车 赶紧跑 这里的话看看 哦 TB回来 状态也补 又可以继续冲 现在木还有几个分框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三个框 人族现在是一个框 现在看一下 凡老还童一家 血法师状态恢复好 人族三本身好 不对 暗夜精灵 人族基地三本身好 三发一个大法师 接下来就要上演那个经典画面了 冰火两重天 我们看一下木 这边能不能击败这个TB 人口方面 现在木是89人口 TB的话是44人口 TB这一局相当愚昧 一直在拆基地 一直在拆基地 虽然说正面很强 但是没有机会和对方打架 这里抓到一个烙弹的火枪 没有用大招把他骗过来 而是把他给干掉 这边透的忍不了了 我必须把对方的三本基地给拆掉 木要不要过来正面钢 木在等大法师 大法师出来之后 可以TP过来正面钢一波 毕竟有84人口 这里的话 木在集结部队了 他是不是想TP过去 薛法师也来了 不过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基地好像马上被拆 要被拆掉 暗夜精灵 三本基地被拆 无上大雅 大法师买些道具 好 熊一吼 木的最终目标达成了 出了两个人族英雄 一个薛法师 一个大法师 接下来要正面钢了 84人口 打你 哎呦 打你40多人口 好 开始正面钢 哎 暗夜精灵家里 竟然有人族英雄 人族回城了 开始正面钢了 哎呦 见面直接 冰火两重天 一个沉默 你这边锤还不能打断 透了只能归缩到自己的塔下面 去 这边木继续冲 继续冲 哇 难以想象 当时的观众是多么的兴奋啊 能看到如此精彩 又具有观赏性的比赛 哦呀 躲在角落 冰火两重天 疯狂输出 人族部队掉得非常的快 山丘 山丘 五级好像也有点扛不住 好 木红这里稍微撤了一下 哎 给你一点机会 让你出来 要不要我们再打一打 这里的话 贴了一 这里放了一个治疗守卫 血量加一加 木红现在还有七十多人口 山丘 敲个地板 这里木红的话 哎 等你退 是吧 我不想冲 透的的话 还是不退 还是不退 这里木 反了环东加好 好 要不要尝试再进攻一下 木红现在分块还是很多啊 人族的话 两个英雄 两个英雄 两个女巫 一个男巫 这木还不打吗 这才是养猪的最高境界 而木 到这边 透的 打出了祭祭 我们恭喜木啊 2005年 上演的一场经典的 冰火两重天 看的啊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有意思啊 自此之后啊 感觉两个人就决下来恩怨 好 喜欢文传对抗的朋友啊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